乐说邪见 只喜好讲说偏邪见解的人 三 口软心恶 口中虽出软语善语 但是心中确存恶念的人 即是口密复见的人 四 少做多说 一个人言词之间冠冕堂皇 而实际却少有作为 言行不义 说得多做得少的人 五 在禅修时镇定为其 多有摩世 心身经步 破坏山根 若能端心正念 则摩自灭泄 故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 皆是两种雀魔法 一 修止雀魔 指坐禅之人 在修定时或见父母兄弟 诸佛形象等一切可爱之见 令人乐酌 或见虎狼罗刹等一切可谓之行 令人不惧 即印了达此为珠魔阻断之相 皆属虚狂 不喜不顾 而为习化极尽 则彼当自灭 二 修观雀魔 指坐禅的人 在于修定时 修止雀魔 而磨尽不去 即印反观 观此能见之心 无有修所 必何所恼 如是观时 磨及泄灭 若迟迟不去 但当正心 不喜不惧 则镇定现前 必当自灭 六 与恶友为伍 受其影响 会造成六种破坏 所以修行人 应当远离恶友 在《长阿含经》中 指出恶友之六害 一 方便生气 时常习惯性地欺骗别人 二 好喜贫畜 喜欢藏身于隐蔽之处 三 又他家人 常引诱他人 一起为非作歹 四 图谋他物 对别人的财物 长存图谋不轨之心 五 财力自相 专门想谋取利益 六 耗发他过 喜欢宣扬别人的过作 七 在大乘 一 义章等佛典中指出 无人若惧其知 则有助于菩提智慧之开展 故觉知又称觉知 一 念觉知 心中明白 常念于禅定与智慧 二 责法觉知 依靠智慧能选择真法 舍弃虚违法 三 精进觉知 精进情力于正法 而不无懈怠 四 喜觉知 获得正法而喜悦 五 清安觉知 又称已觉知 意味身心轻快而安稳 六 定觉知 入于禅定而不散乱 七 舍觉知 心无偏颇不执着 而经常保持平衡 八 菩萨道是学佛人修行的方法与目标 在除盖障 菩萨所问经中指出 十种念处 对修行人 对修行人比义益盛大 一 身念处 观身不尽 所有身中从我所起诸不善法 一切远离 二 受念处 欢诸 欢诸受实苦 在寿上不深染碍 不起任何称慧 三 心念处 欢欣常执颠倒之向而调伏它 四 法念处 如实勤奋 如实勤奋观察各种不善法的过患 而断除它 五 禁戒念处 三 观诸 观诸顺意 不顺意的境界 君非实有 不深贪着 不起存慧 六 阿兰若念处 如理如法而修 五 无真行 即即进行 七 都意聚落念处 入都意聚落时 行菩萨行 远离欢乐场所 八 明文立养念处 但为施主之福田 受明文立义之事 于其所受不贪酌 无忌之 与一切友情共之 而滋养诸苦恼者 九 如来学问念处 对于一切如来成正觉的学问 深 清静心 勤勇修学 十 断诸烦恼念处 完全地明白 生起各种烦恼 杂然等的因缘 而远离它 九 精进是修行六度之一 它的意思是勤喜 努力向上向善 勇猛地修善断恶 陈维士论提出了五种精进的方法 一 披甲精行 是指在最初 发勇猛强烈之誓愿心 如先着盔甲而后见贼 不不种种难行 修诸甚行 二 夹行精进 是指在生起兼顾 永汉之方便 以策立其心 决定永行 三 无下精进 是指不自轻蔑 也不畏惧 能更深勇力 而无阙下之心 四 无根精进 是指能忍受酷寒 是指能忍受酷寒炎热等苦 五 无足精进 是指在下列之善 无厌足 五 心求最上之圣功德 十 在菩萨戒金 则简化为三大精进 一 披甲精进 行人因发勇猛自立立他的誓愿 其无数大劫 没有退缩的信念 是成大事 一如 身披甲咒 面对重敌 非常有威势 二 摄善精进 摄取接受一切的善法 努力修行 三 利乐精进 保持利乐一切众生之心愿 竭力践行而不疲劳 十一 众生长寿世间八风所动 因而起爱憎祸乱之心 心不断动摇 不得安住于正法 在佛地经禄中 揭示这八风诗 一 利 利是利益 一直凡有益于我的 都称为利 二 摔 摔是衰减 一指凡有减损于我的 都称为衰 三 毁 毁是毁磅 一指因恶其人 而山望之 四 毁 四 毁 毁是赞誉 一指因喜其人 人虽说 一 虽 祝 最爱恶而代表 于必以喜而赞誉 五 撑 摑是我道 一指应推动其人 刑于其中 必称道其善 鸡是鸡肥 一直因恶其人 本无其事妄为时有 对众民说 苦是逼迫之意 一直过恶缘恶尽 身心受其逼迫 八 乐 乐是欢悦之意 一直过欲好远好近 身心皆得欢愉 十二 十二 十二